香港大學畢業同學會教育基金 是在2000年註冊成立的非牟尼團體 由香港大學畢業同學會會員 香港大學校友 和其他社會上的熱心人士 所捐出的善款而成 我們的辦學理念有四大基石 分別是 愛心與專業的結合 東西方文化的結合 學校與家庭的結合 學校與社會的結合 教育基金的名譽會長 是徐立芝教授和程介明教授 教育基金與母校香港大學合作 以促進香港優質教育發展為宗旨 教育基金分別在2002年和2006年 成立港大同學會小學 以及港大同學會書院 形成直之一條龍 培養更多21世紀的人才 同學會小學 以及同學會書院的校徽 有特別的意義 性代表帶領和指引 代表規越新世紀的優質教育模式 而且 性 也都象徵一個無出學習樂趣的孩子 而藍色的波浪 就代表動感 力量 以及創新 開學至今 同學會小學 以及同學會書院 已經建立到完善的架構 制度 也都奠定做一定的基礎 學校會繼續提升教學的成效 改進教學質素 我們 已經將班級 和老師的比例 提升到1比2.3 即是說 平均一班 就有2比3位老師 我們就覺得學校是讓孩子 能夠很開心回來學習的地方 也都相信每一個小朋友 有獨特之處 而每個小朋友也有專長 我們做教育 就希望可以幫這些小朋友 去了解自己 以及發揮他們的長處 而我們辦學 就希望可以培養到一些 活潑、好學、思辨、創新的學生 今年學校踏入第五年 我們回顧我們學校的情況 都感覺到有些地方 我們是做得到的 例如學生 現在他們都很喜歡上學 另一方面 我們在學習方面 希望能夠盡量 將那個責任 去交多些給學生 現在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們教育的趨勢都是 希望將那個學生的學習 盡量能夠自主、獨立 希望再不是由老師 去傳授知識給他們 反而他們對於一個課題 去進行一些探究 怎樣去找資料 怎樣去組織、分析 然後再將他的學習成果去展示 我們希望幫助學生 能夠去做到這件事 此外 同學會小學 也都同樣重視學生的成長 因此 我們的目標 是加強和完善學生的輔導和支援 學校是班級為同學校園生活的小宇宙 因此 班級的經營更重要 我們未來會積極深化班注入的角色 令到學校的願景 令他在班房中實踐 港大同學會的教育理念 就是我們想培養一班新精英 這一班是有富於視野 有文化、有理想 最重要是有承擔 和不斷地去追求卓越的人 在新精英這個層面 我都思考了很久 亦和港大同學會的成員 談了很久 到底這個新精英是什麼呢 我們相信 新精英就是有一班有能力的人 然後他們願意付出去有承擔 去令這個香港國家更加好的人 更加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這個就是我們心目中的新精英 我希望我們學校裡面 可以做到現在的新的過程 因為我很認同現在 這個新的教育改革的過程 同時在這個新的過程之外 我亦想說我們學校做那個IP Program 就是國際文化過程 這兩個過程的理念是非常之相同的 是怎樣去誘惑到學生 能夠享受學習 然後希望他們能夠掌握到學習 然後學習呢 香港大學畢業同學會教育基金 是在2000年註冊成立的非謀利團體 由香港大學畢業同學會會員 香港大學校有 和其他社會上的熱心人士 所捐出的善款而成 我們的辦學理念有四大基石 分別是 愛心與專業的結合 東西方文化的結合 學校與家庭的結合 學校與社會的結合 教育基金的名譽會長 是徐立芝教授和程介明教授 教育基金與母校香港大學合作 以促進香港優質教育發展為宗旨 教育基金分別在2002年和2006年 成立廣大同學會小學 以及廣大同學會書院 形成直之一條路 培養更多21世紀的人才 同學會小學